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外交部網站消息 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外交部長王毅 應約與菲律賓外交部長馬納羅通電話 王毅說當前中非關係面臨嚴重困難 根源在於菲律賓方面改變了至今為止的政策立場 背棄了自己作出的承諾 不斷在海上挑釁滋事 損害中方的正當合法權利 中非關係已經站在十字路口 面臨何去何從的選擇 菲律賓方面沒有必要慎重行事 王毅奉勸菲律賓方面不要延著錯誤的方向走下去 而應該盡快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 當務資格是妥善處理和管控好當前海上局勢 中非是一衣帶水的鄰居 對存在的爭議應該商量著辦 這不僅是鄰國之間行之有效的相處之道 也是中非關係得以轉彎的有益經驗 中方始終致力於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分歧 共同維護海上穩定 但如果菲律賓方面誤判形勢一意孤行 甚至同不懷好意的外部勢力相互勾連 繼續生事生亂 中方必將依法維權堅決回應 馬納羅介紹了菲律賓方面在人外交問題上的看法 說希望以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管控好分歧 推動緊張局勢降溫防止衝突 願意本絕成意與中方加強對話 發揮好兩國海上問題溝通機制作用 共同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 雙方同意盡早舉行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制會議 並且為此積極創造條件 這段時間以來 菲律賓借著美國撐腰在南海問題上越玩越大 對美國一再挑動菲律賓繳局 用意就是想看到兩國的軍艦在南海起衝突 這樣就可以拖著中國忙於應對 中國的做法並不是硬碰硬 而是與同樣有主權爭議的國家 越南和其他東盟國家 達成妥善解決分歧的共識 向外展示了並不是中國在搞局 大家可以看一看 中國也與越南、馬來西亞等 在南海有主權爭議的國家都能和平相處到 只是菲律賓沒有心妥善解決分歧而已 對菲律賓造成一定的外交壓力 尤其是在東盟內部中 從王毅和菲律賓外長的通話新聞稿中也觀察到 第一 菲律賓主動想和中國談 所以菲律賓並沒有他們宣傳得那麼硬正的 第二 對著實力沒得比的中國海景 菲律賓方面並不敢硬碰硬 第三 王毅表現出來的立場軟硬色度 中方仍是希望通過談判解決 但如果菲律賓方面受到美國的挑疏 再繼續搞局玩火 中方有言再先勿為言之不如也 另外 多間的阿根廷媒體 在當地時間12月19日紛紛報導說 中國暫停了與阿根廷之間價值65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協議 明且會直到米來政府表現出想和中方接觸的明確意圖後 才會解凍協議 阿根廷當地媒體援引著名市場資訊機構REDD的信息說 雖然米來政府提出了談判 但中方還是決定暫停延長兩國間的貨幣互換協議 報導中還提到 此前米來在競選期間對中國發表了爭議言論 現在如果阿根廷想解除封鎖 恢復協議就必須表現出強而有力的政治姿態 阿根廷媒體報導說 中國正在等待阿根廷明確表示善意和友誼 這樣才能恢復貨幣互換協議 報導中提到在米來當選總統之前 阿根廷一直在購買中國與巴基斯坦聯合研發的 JF-17 囂龍戰鬥機進行談判 美國對此感到不滿 並且試圖壓制中國在南美洲的影響 而在米來當選總統之後 阿根廷方面就確認了會購買美國F-16戰鬥機的意向 南華總部援引這些報導時就指出 這筆價值65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協議資金 是中亞兩國自2009年以來每年更新的一項協議中的一部分 由於阿根廷的淨外匯儲備已經陷入赴美元資產的泥潭 這個協議對於阿根廷都是至關重要的 同時鑑於阿根廷在國際債務上違約等各種負面明星 這份協議一直都是阿根廷為數不多的信貸選擇之一 對於多間的阿根廷媒體的這種說法 中國駐阿根廷大使館方面並沒有證實這些報導 而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2月20日對提問的記者回應說 你提到的相關問題建議向主管部門了解 外交部在此願意重申一下中方的一貫原則立場 就是中方堅持在平等護理的基礎上與阿根廷開展護理合作的 彭博社此前的報導就形容 在阿根廷人人都有人民幣 在阿根廷使用人民幣已經成為了企業常態 根據阿根廷海關機構的資料 已經有500多間的阿根廷公司要求用人民幣支付進口貨款 阿根廷交易所的資料也顯示 人民幣交易在阿根廷外匯市場的佔比 最近達到創紀錄的28% 阿根廷在2009年與中國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 此後陸續擴大了互換的額度 目前互換規模是1300億元人民幣 今年4月26日阿根廷時任經濟部長馬薩宣布 阿根廷將停止使用美元來支付從中國進口的商品 轉移使用人民幣結算 6月底阿根廷首次使用人民幣償還到期外債 8月底阿根廷成為了金磚國家集團首次扩原的6個國家之一 今年10月阿根廷時任總統費爾·藍德斯 到中國參加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期間費爾·藍德斯還宣布 中國已經授權免費使用 第二筆65億美元的貨幣互換額度 其後有阿根廷特朗普之稱的極右翼政客米萊在大選中勝出 競選期間米萊曾語出驚人提出了多項令人震驚的政策方案 例如廢除比索全面轉向美元化 大幅削減開支 允許公開攜帶槍支等等 在對華政策方面 米萊此前聲稱拒絕與中國、巴西和俄羅斯等共產主義者合作 轉而支持加強與美國以及以色列的關係 在今年8月接受彭博者採訪時 米萊不僅宣稱中國不自由 還將中國形容為賜客 甚至叫囂話 你願意與政客做交易嗎? 不過在當選總統後 米萊對華態度迅速軟化 不僅在社交媒體上感謝中國領導人 還祝中國人民幸福安康 還說自己並沒有想着結束與中國的外交關係 米萊選定的阿根廷外交部長蒙迪洛 在就職前受訪也說 阿根廷不會斷絕與中國、俄羅斯和巴西的外交關係 12月12日 阿根廷民族部援引高級官方消息人士說 阿根廷新任總統米萊自信中方 請求中方支持並且加快推進兩國貨幣互換 擴大上屆政府和中方達成的貨幣互換協議 消息人士說米萊早前接見了來自中國官方代表團 阿根廷外交部長蒙特洛參加了會談 報導形容在選舉期間 米萊曾堅稱自己的政府不會與共產主義國家產生連繫 但現在他正在重新審視這種想法 而這場的會談就體現了米萊復收對華關係的緊迫性 近年來阿根廷持續面臨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困境 阿根廷已經是世界上通脹最高的國家之一 在米萊就任總統之際 阿根廷正處於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 過去12個月累計的通脹率達到142.7% 貧困率超過40% 阿根廷還面臨債務危機 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已經是超過440億美元 彭博社分析認為 事實上若對華關係破裂 受到損害的恐怕將會是阿根廷 在經濟上 阿根廷央行越來越依賴貨幣來支撐比索 在今年7月美元供應減少的情況下 阿根廷政府使用人民幣償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部分欠款 同時如果未來中亞關係惡化 中國停止採購阿根廷的肉類和其他產品 阿根廷對中國現有的貿易逆差也可能會繼續擴大 南華早報援引阿根廷非牟利組織 中亞觀察站分析專家朱斯托的觀點指出 中國凍結貨幣互換協議令人擔憂 如果沒有這筆資金提供財政援衝 阿根廷將必須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就他的債務重新談判 找尋替代資金來源 這個任務是相當艱鉅的 朱斯托認為中方表現出的不滿態度 是尋求阿根廷外交政策發生更廣泛的轉變 此前新政府對金磚國家集團 以及一帶一路倡議都有過微詞 此表明阿根廷可能要重新調整他的國際夥伴關係 朱斯托認為 阿根廷與中國的相互倚存關係是不可替代的 阿根廷現在並無法用美國或歐洲取代 米來政府應該更好地理解中國代表了什麼 以及中國外交是如何運作的 因為如果這種關係得不到妥善處理 未來將會有很多麻煩 結論是這位電腳總統米來一當家 就發現沒有中國的支持 阿根廷飯都沒得開 反華言論有所收念 而中國對這些選舉政客亦是聽其言、觀其行 不會只有中國讓你給你阿根廷 而任由政客繼續反華 尤其是在實質行動上要有所表現的 從阿根廷專家的分析亦顯露出 阿根廷與中國如今的關係 並非美國和歐洲可以取代的 也就是說美國的影響力真的正在減弱之中 大家好 我們在《石楼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獨家發布的 《鹿雨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楼台看《鹿雨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們也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謝謝大家